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刚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中国在最近的这十多年 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 所以军事实力也逐渐的在提高 军事的经费也在增加 这样一来就使得周边的几个国家 包括印度、越南、新加坡 也开始增加他们的国防的开支了 同时日本也准备这么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上个星期又传出一个消息来 大家也都知道了 就是澳大利亚在美国和英国的支持之下 要建造核动力潜艇了 这样一来的话 使得和中国的军备竞赛 在亚洲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整个的事情 跟大家讲一下 以及在这场争夺当中 在这场军事的竞争当中 到底以后的发展可能是什么样子 对 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有趣的插曲 也蛮好玩的 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些西方国家也好 以及他们和中国之间的这些微貌的关系 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样 有的时候像情侣吵架一样 你看现在法国要求拜登道歉 拜登不道歉 但是拜登昨天跟马克龙通了个电话 是昨天吧 对 通了个电话 然后就说 哎呀 咱们事情好商量 自己家人嘛 对不对 来 咱们十月份见面 十月份他们俩罗马见面了 对不对 那马克龙也是挺不高兴 你看你这背后玩留一下 我把大使撤回来 拜登打完电话又 好吧 下礼拜大使再回来 再还回去 对 下礼拜法国驻美国大使又还回来了 更好玩的是呢 澳大利亚的总理 Scott Morrison 给马克龙打电话 不接 到现在都没接呢 打了好几通电话 真的像情侣吵架一样 赌气呢 在那生气呢 然后接下来呢 今天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了 说你把我们这12艘柴油动力的潜艇的合约 你给我取消了 是吧 等着啊 660亿美元的一张账单 下个礼拜寄过去 这潜艇不造了 没关系 你钱得付 因为这潜艇不造 我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付出的这种人力啊 投资啊什么 这个这钱谁出 确实是 这肯定在国际上有办法解决 你不可能说 一个约也签了 而且这么多年 要了12艘潜艇 到最后做的差不多了 你给我来一个通知说不做了 这个不可能 怎么解决 这又是一个问题 然后呢 在之前一点 大概几天以前 就当拜登宣布这个事的时候 又把人家澳大利亚总理的名字给忘了 你记得 这个照照去 他做那个视讯会议的时候 他宣布说我们几家要联合做这个事情 他这么说的 嘎的那个老兄 南边的嘎的 因为澳大利亚的外号 这个国家的外号叫Dowlander 这个是不是骂人话 这是澳大利亚他自己很亲切的称呼自己的 叫做南边那块地方 咱用东北口音就是那嘎的 结果拜登呢 为了挽回这个尴尬的局面 就是我谢谢英国首相Boris 还有南边那老哥们 所以这整个的这些过程呢 都非常的有趣 但是在这些调侃当中 在这些嬉笑当中呢 其实他有一个非常严峻的情况 这个严峻的情况 就是美国和法国 澳大利亚英国之间 这种争吵也好 这都是情侣之间的 最后呢 到了晚上上床的时候 还是情侣 到最后还是会和的 在英文当中的 另外一个成语啊 就Adversity makes strange bad fellows 这个成语正好跟说的上床 也有点关系 这就叫做逆境不择有 就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呢 尽管曾经被叫过蜜月 但是真的应该说 从来没有到情侣的关系 从来都是互相是防着的 刚才的这个英语成语 用了bad fellows 是有床这个字 但是它是逆境不自由 就中国向来对美国来说 只是一张牌 叫做打中国牌 当我需要的时候 我可以把产品 用到你那去 用你廉价的人工来加工 但是生到情侣 那还是应该没有的 对 所以呢 你看这个印太地区 现在变成了一个 就是说大家都想要 嘎一脚的这么一个地方 而且军备竞赛 使得这个地方啊 变成了一个非常紧张的地方 昨天我在想 这个为什么 法国的总统 他就 马克龙 他就让步了呢 他就说是可以回 这个大使也可以下个星期 回到华盛顿了 其中有一段话 就是说 拜登总统说了 说 我们认为 法国和欧盟 在印太地区的参与和介入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他把欧洲的这些伙伴啊 包括法国 说来吧 印太这地方 是一个军事战略 现在争夺的地方 也是恨不得是一个 世界的热点 热点地区 光是我 我们美国和英国 还有澳大利亚 不行 干脆 我把这个地方的 权力啊 再撒开一点 让欧洲的欧盟 还有法国 一块进来 咱们一块 到这个地方来搅和搅和 它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所以呢 你看 在这种情况之下 欧盟和法国 当然 它就可以 名正言顺的 就进来了 就可以进到这个 印太地区了 所以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那就是说 实际上这个 核动力的潜艇啊 在下水之前 这个下水啊 还要十年了 所以十年之内 就是2030年之前 可能还不会真正的交付使用 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 建造这个巴搜 是巴搜吧 是 巴搜的核潜艇 但是在这个十年之间呢 在整个的印太地区的叫做军备竞赛 就已经拉开序幕了 在上个星期宣布这个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这个 AUKUS 这个组织 这是一大块缩写 对 美英澳协议的缩写 对 这个安全组织 军事组织的 军事同盟组织的 这个成立 所以这一天开始 这个印太地区 恐怕军事竞赛和军备的竞赛 就已经拉开帷幕了 对 你很简单啊 你找一张地图 看一看 中国的位置 然后你看看 环绕着中国的那些国家 上边什么俄罗斯 蒙古啊什么的 这就不说了 主要是 下面这些地方 什么印度啊 缅甸啊 越南啊 什么 再稍微远一点 隔着海的 什么日本 韩国之类的 你会发现呢 在整个的 大的格局之上啊 中国在这个地区的盟友 确实不多 有的像什么 尼泊尔什么 那个 莫加拉那个 谈不上什么盟友 知道吧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日本 韩国 越南 印度啊 等等这些国家呢 包括菲律宾什么的 要不就是跟中国 有一些什么 岛屿之争啊 领土之争啊 要不就是 非常的防着你 至于什么 南北韩 毕竟你得承认 在这个 整个的 关系当中 中国和 北韩或者叫 朝鲜 它之间的 这个特殊的关系呢 也使得 这个地方啊 跟韩国的关系 非常的微妙 总的来说呢 就是 这些国家 都挺防着中国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咱们 既然实际上的话 就增加军费 为什么 我增加军费的原因 是你增加了军费 你知道吗 中国的军费 在整个的亚洲地区 所有的国家加起来 它占42% 这很多的 对不对 这是很高的一个军费 然后中国的 一会儿又研究了 推出来了 什么航空母舰了 一会儿什么军舰 又增加了多少了 中国的核潜艇 早都有了 十几艘了 中国的潜艇 几乎都是核潜艇啊 对不对 所以有这方面也很强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刺激了周边的这些国家 你比如说 日本吧 日本的军费 从一九七几年开始 就占它国家 国民生产总值的1%左右 现在觉得不行 它将在2021年 2022年这时候 首次要把它的这个军费 提高到超过 国民生产总值的1% 那这个怎么对比呢 就告诉大家 美国的军费 在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当中 占差不多3.4%几吧 是这么一个感觉 你就知道了 这个比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美国占3.4%的话 那1%是很高的呀 对不对 对于日本来说 而且二战以后 也不太让日本发展这方面 而且日本应该是没有军队的 对不对 只有自卫队啊什么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一个紧张的格局已经形成了 欢迎您去收听有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金融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英国在支持这个澳大利亚呢打造一个叫做核动力潜艇的这么一个部队大概是8艘核潜艇的合约已经签下来了 大概在2030年之后吧 就陆续的交付使用 那这个事情呢 一时激起千层了 在印太地区 尤其是对中国方面呢 这是一个叫做威胁吧 至少是恨不得是下了一个战书一样的 所以呢 情况就是变得非常的复杂了 你仔细想想看 中国据说现在是叫做 如果是按船舰的数量来说 是世界上最大的 根据现在的这个数字来显示呢 中国大概有船舰 我们说的都是军事方面的军舰 这方面呢 大概有360艘 美国相比之下呢 大概是300艘左右 但是你必须要承认 美国的船吨位要比中国大 同时美国的技术也要比中国的先进 不管是雷达还是其他方面的这个技术也比较先进 中国呢 现在一共有12艘核潜艇 美国68艘 中国在小的小吨位的船的数量方面呢 是超过了美国 但是实际上决定海战的这个 大部分都是一般的都是叫做航空母舰的打击群 都是这种远程可以长途 长途袭击或者长时间远距离作战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军舰群吧 那美国在这方面当然是要领先中国很多 不过现在中国也在加速在建造自己的这个航空母舰 所以呢 美中之间在海军方面的这个差距呢 在逐渐的缩小 那么 澳大利亚他们的这个八艘核潜艇交付以后呢 据现在了解基本上是要部署在中国 韩国就是韩国日本这个海域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实际上就可以想象得出来 这个就是针对中国 可能也包括北韩 大概就是针对中国和北韩的来部署的 那这个对中国来说 等于是在家门口站了几个随时监督你的人 而且这些核潜艇呢 它的隐蔽的功能非常的好 因为美国有这方面的技术 所以呢 中国在反潜的技术方面呢 相对来说又比较薄弱 于是这个对中国的威胁呢 就更大了 那接下来怎么样 中国就会研究 加强研究反潜的技术啊 对不对 那这不就是军备竞赛的一部分吗 印度已经说了 在未来的20年要增加350架新的战斗机 这是在干什么呢 当然它旁边还有个巴基斯坦 它得防着点 对不对 日本马上要增加它的叫超音速导弹 这是干嘛的 对不对 然后台湾2020年的军事预算 现在已经提出 我不知道在通过了没有 在议会里面 就是168亿美元的台湾的军事预算 其中14亿要向美国 可能还有欧洲其他国家吧 主要是美国 主要是美国购买战斗机 同时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 这个人名字叫John Hayton 他到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Brookins Institution 布鲁克金斯学院 这个地方发表了一个蛮重要的讲话 这些人的讲话都是代表政府的立场的 他是说了 他说中国对于我们自由世界是一个日益强大的威胁 这个威胁不是今天 而是不久的将来和很久的将来 你听听到这种话讲出来 这都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叫做定调 就是把中美关系的调子定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接下来就再看一下 就是在这一个地区的其他的那一些国家呢 他们尽管不讲话 你比如说印度韩国还没怎么讲话 包括日本在内呢 他们在默默的开心 等于是 他们觉得这一种格局对抗中国的呢 对他们是一种间接的保护 包括台湾在内 多少次包括布林肯之类的这几天 也都在说 都有这种架势 就是说日本也好台湾也好 这都是我的 有点这种感觉 我的保护的 你要包括澳大利亚 这都是我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 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 因为新冠疫情 因为贸易啊什么之类的 最近摩擦很大 所以这个地区 整个这个地区的关系呢 他越来越紧张 就变成了现在大的出面 然后旁边一些小的呢 就受到了一些庇护 和受到了一些 应该他们觉得是应该得到的 过去的承诺的一些兑现 对 这个大概就是最近的三五年之内 发生的一些急剧的改变 这个首先是 当然美国国家都有他自己的国情了 南韩在这方面呢 他们有自己的考虑 他们的主要的战争的对象 或者是敌手呢 是北韩 所以呢 他们不愿意参照 参到这个中美之间来 所以呢 他既要保持对北韩的高度警惕 和随时作战的这个准备 同时又想和 恨不得中国是他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了 他又想和中国保持稳定的关系 所以在这方面呢 他并没有掺和 既没有同意 也没有这个支持 反正就是保持沉默 那么 当然其他一些国家包括印尼啊 包括马来西亚啊 大概都是这种态度 也不想把这个当地的霸权 当地的这个最大的国家 中国 尤其又是很大的贸易伙伴 给得罪了 所以呢 他们基本上也都是在观望啊 采取观望 还不想马上就选边站 但是呢 澳大利亚是这次铁了心了 就是选边站了 你仔细看看 澳大利亚这个转变呢 大概就是三年多吧 因为三年前 差不多三年前 这个 Morrison上台的时候 曾经说过 他说 我们可以和中国保持良好的 这个伙伴之间的关系 同时也可以和美国交好 就是我两边不得罪 因为我两边都有很多的经济利益嘛 所以我不得罪 这个是三年之前 这个澳大利亚的 他上台之后 他的这个立场 但是后来 中国和澳大利亚刚才说过了 有很多各方面的这个摩擦 主要是新冠疫情了 新冠疫情 对 就是追究新冠疫情的那个病毒的起源 根源 然后再加上可能还有一些贸易方面的摩擦 所以比如说进口这个煤炭 什么酒啊 龙虾啊 农产品啊之类的东西 中国就对他们采取了一些关税的政策 于是逐渐的就把这个 等于是把这个澳大利亚推到美国这边了 所以在最后必须要选边站的时候 澳大利亚突然发现说 哎呦 我可能还是得找一个大哥 可能还是要找一个这个大树来靠着 这样的话呢 万一发生摩擦 尤其是军事摩擦的时候 至少有人得给我撑着才行啊 于是他就最后看来是选定就是跟美国和英国站在一起 对我们看一看这世界是怎么一个走向 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在中东的战事 以一种混乱的结局而宣布结束 对吧 这等于是在伊拉克阿富汗的这个地方开始收场了 这边的木拉下来以后 怎么感觉好像 另外一边的木打开那一场的新的戏剧上来 就是说这个情况就是给我们一种感觉 就是这个世界呢 它是一直要处在某种 怎么说是一种对立的状态 难道真的应了一句话 就是人类的强大要看他的敌手有多强大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呢新加坡的李显龙呢比较狡猾一点 你听听人家李显龙怎么说的 李显龙是说 哎呀这个美英澳这三国的协议啊 我真心的希望能够给我们这个地区呢 带来和平和稳定 你说他这句话 怪小死定 对可是 怎么解都多行 对你可是说什么叫做和平与稳定 请问航空母舰 核潜艇 军舰 战斗机 所有的这些 再说的难听一点 除了杀人 它还有什么功能 对不对 它不是邮轮啊 它不是带着你去到远方去吃喝玩乐去了 以上说的这些全都是要花费巨额的国民经济的一部分 都是老百姓交给政府的钱 然后呢 都是打仗用的 都是杀人用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解释就是 我不杀人 只是等别人来侵犯我的时候 我用来自卫的 对不对 当我用了这个原因的时候 我可以尽情研发这些东西 所以怎么说呢 咱们只好还是那句话 大家回去看看历史 此时呢 历史就更加的宝贵 就是谁都不想打仗 怎么就打仗了 对不对 有很多情况之下都是 战争是在无意当中 就开始某一个小的事件就引发了 所以这个风险呢 现在在军备竞赛逐渐的开始 日益增加的时候 地区的紧张局势开始 日益增加的时候 这个擦枪走火和意外的风险呢 战争的风险呢 就格外的上升了 一个误判 一个这个双方之间的没有沟通好 那么这个有可能军方啊 在前面的这些 第一线的这些人呢 有可能就会采取一些贸然的措施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只要一开始一方一开始动的话 另外一方马上做出回应 这个可能就会出现 咱们不说是世界大战 但是局部的战争 真的很有可能会发生 不说是世界大战